美國大選進入最後關頭 川普和賀錦麗 誰能勝出 美國社會併襲以待 面對兩黨候選人激烈交鋒 有不少美國年輕選民說 他們對於政治兩極分化 感受強烈 也對美國未來感到憂心 來看《公視》國際記者 針對美國大選的採訪報導 今年美國大選 Gen Z 世代中 年滿十八到二十七 可登記投票年輕人 將近四千一百萬 對於選情激烈 不少年輕學子是看在眼裡 許多人對美國的未來感到憂心 許多人對美國的未來感到憂心 新京公布的哈佛大學 芝加哥大學與NBC幾分 針對年輕世代訪查顯示 賀錦麗在這個領域 都以大比例領先川普 但與上屆總統選舉相比 拜登當時在這一塊 領先幅度其實更大 另外有數據顯示 賀錦麗在年輕非洲裔的支持度 也不及拜登勝選當時 川普在這一塊 還有百分之二十六的支持度 在拉丁裔年輕男性這一塊 川普甚至領先賀錦麗 未來這是否會在關鍵州爭奪 帶來影響也值得關注 公視國際記者張漢冯偉倫採訪報導